世界女排联赛将于5月31号开赛 中国女排今早从广州起飞前往土耳其 出征本次比赛的16名队员是 主公李盈盈 金叶 王云露 王毅竹 副公袁新岳 王媛媛 杨涵玉 高益 郑一新 接应龚翔宇 妙一文 二传丁霞 刁林宇 蔡雅倩 自由人 王维一 倪非凡 中国女排将先后参加土耳其 菲律宾 保加利亚 三战分战赛 争夺总决赛的机会 蔡斌从郎平指导的手中接过率印 再度出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中国女排基本上保留了之前的框架 根基还在 给蔡指导更多的信心和耐心 让她去证明一切 我还是平常心吧 因为做教练一直是这样 我也不希望我的心态去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 我们可能会把工作考虑的再细一点 做的再细一点 这是蔡斌指导第二次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2009年初次执教时 她并没有得到太多师长空间 随后去了地方队 在北京 在江苏都先后做出成绩 为国家队培养输送的许多优秀球员 如今56岁的蔡斌重返中国女排 再次回到熟悉又热爱的岗位 一切就像过眼云烟 蔡指导希望珍惜大赛前这段有限的时间 从北伦到张州 专心备战 带领全队尽快进入角色 那么到了张州以后 我们坚持一个体能的积累 因为紧接着我们有一个多月 一个半月 可能在国外 我们要有打比赛 还要路途的一个转战 所以许多体能的积累 包括紧战术的一个打法 我们基本上都确定下来 回到学习的训练场 全队分秒必争 蔡指导目前圈天的阵容 老中青结合 老将丁霞 队长袁新月 得分王李盈盈 全能接应龚翔宇 以及副公王媛媛 这几位选手经验最丰富 他们有些继续主打 有些负责传方代 标凌与王维一 可能得到更多考察 吴孟杰 王亦凡等新人 则是着眼于整个 巴黎奥运周期 培养的生力军 中国女排重新启航 全队的拼搏精神 最为重要 一个我觉得 整个球场上的 这种拼搏精神 这种敢于亮剑的精神 不服输的精神 团队精神 我希望能够在球场上 能够体现出来 可能技术上会有失误 但是这股朝气 这股不服输的精神 这股永远去 我们要去拼每一个球的 这种拼搏精神 我希望在球场上 我们要能够体现出来 2022世线女排联赛 是蔡智岛再次持教 中国女排后 迎来的第一项大赛 对内对外都有重要的意义 蔡智岛既要考察阵容 又要磨合技战术 既要通过比赛摸敌主要对手 又不能过多暴露自身实力 同时球队要追求好成绩 蔡智岛自己也要积累心心 中国女排应该下好一盘大棋 通过这次世界联赛的一个 相互之间的一个较量 一个摸底 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训练会更有针对性 这个我觉得 所以对于训练来讲 可能是有利的 就目前来看 我是希望我们能练到的东西 球场上我们能够体现出来 那么因为我刚才说了 时间不允许把所有的东西都展开 所以只能我们现在练到 怎样一个水平 能够把它体现出来 我觉得姑娘们就完成任务 陆漫漫其修远期 无将上下而求索 56岁的蔡斌挺身而出 在国家队最需要时 勇于承担主帅的压力与责任 值得点赞 希望她能利用联赛中的经验 点时成绩 妙手回春 世界女排联赛 让我们为重新启航的 中国女排加油 为永挑重担的蔡指导加油 先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